夫妻生活中女人最伤丈夫自尊的四种行为 别中招了 岛屿 夫妻之间虽然说是亲密无间 没什么顾忌可言 可以说是想怎样就怎样 但是男人是非常要面子的 所以有时候妻子虽然是无心的行为 但对男人来说可能就是很没面子的事 自尊会受到伤害 冲啊两人大吵大闹 影响夫妻感情 所以女人们注意了 千万不要去伤男人的自尊 特别是这四种行为 一定不能有 一 在其他人面前训斥丈夫 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是讲究男女平等 而且我们国家的男人都比较宠溺自己的妻子 所以夫妻间有什么事情的时候 都是丈夫让的妻子 甚至是对妻子言听计从的 但是一个女人在其他人也在场的时候训斥丈夫 别人会说男人怕老婆 妻管言等等 这会让男人觉得特别丢面子 让自己没尊严 从聪明的女人在有外人在场时 从来都是啥都听丈夫的 二 拿别的男人跟自己的老公比 部分女人经常跟自己的丈夫说 你看看谁谁谁 每个月挣多少钱 你每个月才多少钱等等 反正总是拿别的男人的优点来打击自己的老公 从而让男人心中郁闷 觉得自己没尊严 而聪明的女人从来不会做这种事情 她们总是在低落时鼓励支持自己的丈夫 更不会说去打击他们 三 总是给很少的零花钱给丈夫 中国很多男人是不管钱的 钱都放在妻子那里 男人每个月都会需要一定的开支 于是就得从女人那里拿钱 愚蠢的女人总是尽量扫给丈夫钱 还一通低谷 让男人感觉自己是个要饭的 而聪明女人只是丈夫不说 都往那钱包里塞钱 让她感受到尊重与温暖 四 家中有事情不跟丈夫 找到买个家电 大到给娃娶个名字等等 有些女人从来不跟自己丈夫商量 甚至在丈夫提出建议的时候还大发雷霆 在家中没有任何的话语权 这会让男人倍感受挫 睁眼扫地 所以女人要懂得尊重自己的丈夫 总结 夫妻之间感情不是一遭一息积累的 所以在一起的夫妻双方要懂得珍惜双方 对于女人来说 在有些时候一定要控制住自己的性质 把男人捧高一点 这样双方感情也会越来越好 家庭自然幸福美满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